哈密 这是清代诗人齐韵氏 对千年古城哈密的描写 哈密位于天山南路地区 是进入西域后的第一座城市 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 素有西域金喉之称 那么在两千多年前 当张谦打开通往西域的大门后 哈密在这条逐渐兴起的丝绸之路上 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如今享誉全国的哈密瓜 最初是如何被命名的 出名之后的哈密瓜 又给这座城市的发展 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力推进 处于丝路经济带核心区域的哈密 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河南大学程碎莹教授 将带领我们走进一座座丝路古城 讲述那一旅丝绸串串起的千年历史 一条驼陵古道踏出的传奇故事 敬请关注丝路上的古城第十集 刮过飘香 画哈密 大家好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进入丝路古城的西域段 这个西域啊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西域呢 就指我们国家的新疆地区 我们先从西域的第一任 哈密开始讲起 哈密啊 他位于新疆的东部 哈密的东边 接着河西走廊的古城东黄 他的西边呢 接着丝绸之路的古城图鲁番 所以呢 他被誉为西域的门户 交通和战略地位都相当重要 不过啊 一提到哈密这座城市 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 也许是哈密瓜 很多朋友也许没去过哈密这座城市 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哈密瓜的大名啊 所以哈密这座城市 还是一座以瓜之名的城市 我们先从一段与瓜相关的故事 开始讲起 在1972年的时候呢 就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我们国家呢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 在长沙这个地方 发现了一座旱墓 而在这座旱墓里面 出土了一具女尸 这个女性尸体呢 当时保存得非常完好 皮肤甚至有弹性 说明了古代高超的 这种防腐的处理尸体的这种技术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 联合研究表明啊 这具女尸 是一个叫心锥的人留下来的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她是当时西汉时期 长沙皇丞相的一个夫人 由于这个皮肤非常有弹性 女尸保存得非常完好 为了解开其中的谜底啊 就对女尸进行了解剖 解剖的时候发现 在心锥的消化系统里面 竟然有一百三十八粒半 没有完全消化掉的 甜瓜子 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而这个意外的发现呢 也在当时引起了热议 因为哈密瓜非常有名 所以呢 就有人推测 心锥夫人消化系统里面的 一百三十八粒半甜瓜子 是否来自于哈密呢 是不是就是哈密瓜的瓜子呢 无独有偶啊 在宋朝的一本书 叫《太平广记》里面 也记载了同样与瓜相关的一则故事 在东汉的汉明帝时期 他有一位英贵人 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间自己在梦中吃到了美味香甜的瓜 到了第二天 把这个梦告诉了汉明帝 明帝非常宠爱这位贵人 就想满足英贵人的要求 碰巧啊 当时的宫廷里面 有从东黄郡献来的美瓜 而且这种瓜呢 在这个史书里面还有一个名字 叫穷龙 穷龙 听起来很奇怪的一个名字 但不管怎么样 根据那段史书的记载 说是汉明帝让他的这位英贵人 吃到了美味的甜瓜 也是因为哈密瓜的名气太大了 所以后来有研究 表明说这种瓜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哈密的甜瓜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如果分析一下背景 就会感觉到 新锥吃到哈密瓜的可能性比较小 什么背景呢 四处之路的开辟 我们前面多次谈到 四处之路是在西汉汉武帝时期 开辟的 而汉武帝开辟四处之路 要比新锥吃瓜的时间 晚了五十年左右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四处之路还没有开辟 而哈密这个区域 是游牧民族的匈奴族 所占领 能不能在那个时期 有人把哈密的瓜 运送到遥远的长沙 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也有可能 有一些商人 为了图财 不顾自己性命的危险 来把哈密瓜 从哈密运送到长沙 有这个可能 毕竟 这种可能性很小 而殷贵人的情况 与新锥夫人 就有所不同 殷贵人生活的时间 是汉明帝时期 那个时期 丝绸之路已经开辟 通过丝绸之路 西域的很多的植物的品种 都进入到了内地 葡萄啊 石榴啊 还有像黄瓜啊 胡萝卜啊 那么哈密的瓜 也有可能进入到内地 这是其一 其二 关于殷贵人吃瓜 史料里面记载啊 说那个瓜 是来自于东黄郡 似乎跟哈密 没什么关系 但其实啊 我们翻阅史料 就会发现 在汉朝时期啊 哈密归东黄郡管辖 由此我们推测 东黄郡的瓜 也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哈密的瓜 因为东黄这个地方的气候条件 和哈密非常相似 所以哈密的瓜就有可能引中到了东黄 这是第二个背景 还有其三 在英贵人吃的那个瓜的那个史料里面记载 这个瓜的名字非常的独特 叫什么呢 叫穷龙 现在我们觉得很奇怪 但是今天 我们到了哈密 哈密人呢 叫哈密瓜 有一个名称 叫酷红 可红 这个酷红和可红 如果念得比较快的话 跟这个穷龙 非常的相近 所以有人研究啊 这个穷龙有可能 就是酷红的转音 说的是同一种瓜 由此 我们推测 两千年前的这两位吃瓜的贵人 最有可能吃到哈密瓜的 就是这个英贵人 百家讲团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出 哈密瓜是否长得都一样 它还有哪些其他品种呢 我们内地见到的哈密瓜 一般是网格状 这种瓜呢 属于晚熟的东瓜 是圆形或者椭圆形 其实呢 这只是哈密瓜的一个品种 这种品种呢 它亦于运输 亦于储藏 所以呢 从遥远的新疆 到了我们中原地区 不过哈密瓜的品种很多 除了这种我们熟悉的 经常可以在内地见到的这种 夹歌达瓜 还有这个蜜鸡干啊 抛台虹啊 等等很多的品种 除了哈密之外 甚至新疆 今天吐鲁番的扇扇 还有石盒子 以及昌吉等地 也可以种哈密瓜 所以哈密瓜呢 已经从原来的少数品种 变成了大量品种 同时呢 从简单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哈密的重视 拓展到新疆很多地方都可以重视 只不过呢 都用哈密瓜这种名称 哈密瓜 从遥远的天山南路 跋山涉水 款款步入汉代宫廷之中 终于圆了英贵人一个香甜的美梦 在这条驼灵古道上 哈密瓜见证了思路重镇 哈密的崛起与兴生 而另一位家喻户晓的高僧 玄藏 则将哈密带入了更多人的视线里 古书中记载 玄藏西行时路经此地 目无飞鸟 下无走兽 腹无水草 举目望去 只有茫茫戈壁 血色残阳与它为伴 那么当年的玄藏 是如何走过这段崎岖艰险之路的 而随着商贸交流的不断发展 思路上的某些重要物品 也成为了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 那么在哈密 曾经出现过哪些特殊形式的货币呢 之所以要讲这两个故事 其实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瓜呀 它毕竟是一种农产品 那么在汉代 哈密的农业生产技术 能够如此的精细 能够生产出如此甜美 如此大量的瓜吗 这就牵扯到哈密在汉唐时期 他们的生产技术了 而要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说到两个人 我们先说一个人 就是唐代著名的高僧 叫玄奥 玄奥呢 曾经到西天去取经 也就是到今天的印度 去取佛经 史书记载啊 玄奥当年在唐初的时候 出了长安 出了东黄的玉门关 然后就走向了哈密 这段路呢 长达八九百里左右 这个路的名称呢 叫伊武路 或者叫莫赫延岐 是隔壁荒滩 很难走啊 当年的玄奥走在那里的时候 头上是炎炎的烈日 脚下呢 是茫茫的隔壁 路上甚至就看不到 成形的路的样子 有时候呢 不得不沿着这个骆驼粪 马粪 甚至人骨 向前行 但是呢 当年的玄奘 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所以硬是走过了 长达八百里左右的伊武路 到达了哈密 这件事情 说明什么 它说明 当时的哈密 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一般到西域去 都要走这条道 所以在汉唐时期 要想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保障整个西域的安全 必须首先保障和稳定 和稳定哈密这个地区 所以在汉唐时期呢 哈密这个地方就有大量的驻军 少的时候呢 有数千 多的时候呢 能够达到数万 驻军多了 消耗的粮食就多啊 所以在汉唐时期就在哈密这个地方进行军屯 也就是有军队进行吞田 当然我们说哈密这个地方毕竟不同于中原地区 广阔的这个卧野田地 所以他所产的粮食还是十分有限的 大量的驻军需要粮食 来往的商旅也需要粮食 所以粮食不够用怎么办 国家呢就在这儿又想了办法 在哈密这个地方设置了国家的粮仓 而且鼓励附近的商人还有老百姓 到这个地方来交纳和敌粮 也就是说你把粮食交过来 我给你一定的报酬 鼓励老百姓上这儿来运粮 这样就出现了 与当年的玄奘从东向西相反方向走来的 另外的一个人 就从吐鲁藩走到哈密的一个人 在唐朝的开元年间 有一个叫蒋化明的人 破云生计啊 从吐鲁藩的西部拉了一车粮食 来到了哈密 那哈密干什么呢 来交和敌粮食 这个和敌啊 是古代的时候官府出资 向老百姓 向老百姓 购尽粮食的一种方式 他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链 链呢 是唐朝的丝绢的一种 是一种白色的丝绸 或者叫丝绢 那为什么哈密粮仓的管理人员 不给蒋化明钱 要给的链呢 在当时啊 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 有唐朝的这个铜钱 比如什么开元铜宝 这之类的 还有银子 同时啊 还流通链和链 这个链呢 和链呢 当时都非常的珍贵 所以呢 在当时的时候也作为一种 像货币一样的物品 在丝绸之路上流通 到底链是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见到 但有幸的是呢 唐朝有一位画家 他叫张宣 他曾经呢 留下了一幅图 就叫导链图 导链图里面其中有局部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白色的链 就是所谓的链 这些贵族妇女 还有小孩 他们很认真的 在织这个链 说明这个链呢 非常的珍贵 所以呢 张宣把它画了下来 后来又成为 丝绸之路上的流通的物品 那么 从蒋画明 运送大量的粮食 到哈密这个事件 我们虽然说不知道 当时的蒋画明 运了多少粮食 得到了多少链 但是从中 起码有两点 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 第一 证明了 当时唐朝政府采取了比较优厚的政策 鼓励周边的老百姓运粮到哈密 这是其中一个推断 另外的一个推断 我们推测 当时既然哈密的地方可以用链 作为何迪粮的一个报酬 就说明在哈密 有大量的链存在 这些链掌握在官府的手里 除了付给何迪粮的报酬之外 应该还有剩余的链 政府用他们 也可以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 从中 说明当时的哈密 他的思路的贸易 是相当繁荣的 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问 像哈密瓜这种 因特产是一座城市知名的例子 还有吗 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说我们一提到葡萄 就联想到吐鲁番 我们一看到玉石 就会想到新疆的河田 河田是玉石的故乡 还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我们一提到烤鸭 就会联系到北京 我们一提到啤酒 就会联想到青岛 我们一看到珍珠 就会想到北海 因为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珍珠的故乡 所以这样的例子 应该说是很多的 哈密瓜 如今已经成为了哈密 独特的文化符号 瓜已成命名 成因瓜文明 然而当我们纵观唐朝的历史 却发现 曾经让殷贵人魂牵梦影的哈密瓜 却在唐朝时逐渐淡出了人文的视野 取而代之的 是同样来自哈密的一首乐舞曲子 经历漫长岁月的演变 这首曲子的原貌已不可见 然而它对哈密和中原地区音乐舞蹈的影响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那么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 它又为何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有两首唐诗呢 曾经就对来自于哈密的这支曲子 有记载 我们首先来看白居易的一首诗 在诗中白居易这样说到 说老去江河散老愁 说一个人可能快要老去了 为了散愁 他干什么呢 新教小玉唱一舟 教一个叫小玉的姑娘 来演唱一舟这个曲子 应不得多年听 可能很多年 没有听到这支曲子了 为交成时 以白头 结果没有交成 他的头发都白了 那要么说明小玉这个姑娘学得慢 要么说明这个曲子可能又长又大 是个大曲 这是一首唐诗 与白居易几乎同时代 还有另外的一个诗人叫李舍 他曾经在一首诗里面 也提到了这个伊州曲 他的诗是这样说的 说滕王阁上唱一舟 说滕王阁上唱一舟 二十年前向此游 他二十年以前就登过滕王阁 滕王阁很有名啊 在江西的南昌 半世半非 君莫问好山常在水长流 也就是说 面对着滕王阁上看到的好山好水的美景 诗人李舍 还是情无自尽的放声高歌 唱的是什么呢 伊州 这就是说 伊州可能是一个曲子 而这支曲子不仅仅是在北方地区流行 还可能流行到了南方地区的滕王阁上 在江西的南昌 流行范围非常广 那么到底这个伊州曲是一个什么曲子呢 我们查看史料的时候发现 唐朝的时候的哈密 这个曲子就来源于哈密 是唐朝时期哈密的地方官 尽献给唐朝的唐玄宗的 唐玄宗后来呢 又对这个伊州曲进行了改造 因为唐玄宗呢 是著名的音乐家 不仅是一个皇帝 还多才多艺 改造之后 这个伊州曲就成为 宫廷流行乐曲 不仅如此 这伊州曲后来又流向了民间 在长安的酒楼 教房里面被反复的流传演唱 后来又流传到了江南的地区 所以李舍呢 在滕王阁上也高唱这个伊州曲 而我们再看史料的时候又发现 这个伊州曲呢 又叫伊州大曲 它包括十多个部分 而且有唱的 有舞蹈的 有歌咏的 所以呢 我在想这个曲子呢 很有点像 现代的一些长城的一出戏 比如说像《扎美案》 《扎美案》是一出长戏 那么对于专业的艺人来讲 就像教小玉的那个艺人 他可能需要掌握 所有的某一个角色的这个台词 所以呢 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对于一般的 一些京剧的票友 业余爱好者来讲 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段就可以了 比如说 在《扎美案》里面的 包龙图打坐在开放府 我们只需要唱这么一句 就过来引 表达了心情 达到目的了 所以礼社呢 就有可能是那个京剧票友 由此 我们可以推断 这个一周曲 在当时的流行的程度 皇帝喜欢 老百姓喜欢 专业艺人喜欢 文人世子 也喜欢 那么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 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 说明这个一周曲的 艺术水平 应该相当高 任何流行的乐曲 它的艺术水平 都是比较高的 而当时的哈密 正好处在 私路交通的重要的地位 所以西域的歌舞的精华 很可能就传到了哈密这个地区 然后经过加工改造之后 就成为流行的乐曲 然后传到了长安 然后再传到其他地方 遗憾的是呢 一周曲到今天呢 我们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过 在今天的哈密 留下来了所谓的十二穆卡姆 这种艺术形式 有人研究啊 十二穆卡姆就是在当年的一周曲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的 十二穆卡姆 就说明这个穆卡姆艺术里面 有十二部大型的套曲 里边有歌 有舞 有吟唱 而且运用的乐器达到二十多种 包括什么手鼓啊 琵琶啊 埃杰克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乐器呢 后来随着一周曲也都进入到了我们中原地区 所以中原地区的琵琶啊 埃杰克 它的变种像二胡啊 已经成了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乐器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也说明了当时的哈密 它的城市的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 现代社会 我们说哪里的乐器容易流行啊 来自北京的 来自上海的 那为什么这些区域 他们的音乐容易在全国流行啊 很明显呢 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 然后呢 对于业余的休闲娱乐和艺术的水平的要求也高 大量的艺人集中到这些城市 大量的音乐素材集中到这些城市 所以这些城市呢 就容易出现高水平的音乐作品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 当年的哈密 也是这样的一座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非常高的一座城市 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对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流 提出了疑问 他说古丝绸之路上会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吗 其实啊中华民族呢 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终形成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 在我们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间呢 有大量的北边的还有西边的 我们周边的游牧民族经常出入我们中原 而在这些人里面 思路的商人是主体 他们为了经商的需要 对于中原的历史文化语言封锁 也是非常熟悉 所以当年进贡哈密瓜的时候 这部分商人应该是最好的翻译 当然也有一些我们中原地区的人 到周边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 所以我们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 甚至到北京进贡瓜国的时候 我们的任务应该说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一带一路是经济发展之路 同时也承载着沿线各国各民族 共同的文化记忆 哈密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 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借助它 中华文化得以不断地传承 丰富和发展 明清时期 来自哈密的田瓜 再次出现在中原人的视野里 并且这一次的出场 使得哈密瓜从此名声打造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跟哈密瓜名字的由来又有何关系呢 请继续收看 《思路上的古城》第十集 瓜果飘香 画哈密 在2000年前左右的时间 两位女贵人 曾经演绎了一段 与哈密瓜有关的故事 但那两位贵人呢 并没有使哈密瓜 在中原地区的名声 进一步地扩大 也就是说 即使有部分人吃到了 来自于哈密的田瓜 但是呢 一般的老百姓 却没有机会品尝到 来自于哈密的田瓜 到了清朝 又出现了两位贵人 而这两位贵人 联手把哈密瓜 从一个地方品种 而推向了全国 成为 驰名中外的 一种田瓜产品 或者说驰名中外的 一个田瓜品牌 这两个人是谁呢 一个是赫赫有名的 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在位初期的时候呢 平定三藩 收复台湾 所以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特别是他在 统一和稳定大西北的过程中 有一个哈密的 阿贝都拉这个人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 所以康熙皇帝呢 就赐予他王决 而且世袭 网替 给予了他极大的荣耀 在康熙在位的 第37年的时候 康熙皇帝还特意地 要召见哈密的这位 阿贝都拉 阿贝都拉得到消息以后呢 很激动 因为他也非常掩慕 康熙皇帝 所以他就特意地 从自己的王府里面 挑选了一百只上好的 加哥达哈密瓜 然后呢 用几十匹骆驼 驮着装在精美的 六条边的筐里面 跋涉了数千里的路程 然后呢到达了北京 见到康熙皇帝之后呢 阿贝都拉呢 就献上了哈密瓜 当时呢已经到了冬天 我们知道 我们内地的瓜呢 一般都是夏天才能吃到的 所以康熙皇帝 在冬天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吃到瓜 但是呢 阿贝都拉告诉他 说这种瓜就是冬瓜 刚刚产的新鲜的瓜 康熙皇帝尝到这个瓜的时候 这个瓜的汁液特别多 又香又脆又甜 所以龙颜大悦啊 非常高兴 让当时在场的大臣们 一个一个也都品尝一下 品尝完了 康熙皇帝问这个阿贝都拉 说这个瓜这么甜 叫什么名称呢 阿贝都拉告诉他 说叫加哥达 康熙皇帝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拗口 阿贝都拉 有急着说 他说其实啊 在我们哈密 有几十种不同的甜瓜品种 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既然皇上您问到了 就请您给我们的瓜起个名吧 康熙皇帝略以思索 说这个瓜是你从哈密 数千里的路程 从哈密运过来的 又是你俄北都拉的一片孝心 所以呢 就把这个瓜命名为哈密瓜吧 皇帝 惊口欲言 从此之后 哈密的所有的甜瓜 这几十种甜瓜 就统一的都叫哈密瓜了 俄北都拉回到哈密之后 为了感激康熙皇帝 对他的这种特殊的关照 所以就让自己的后代子孙 说要年年都要向朝廷 进献哈密瓜 所以哈密瓜呢 就成了清朝著名的贡瓜 而且他对于哈密这座城市 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呢 是哈密瓜的名声 大振 那原来的时候呢 哈密瓜只是皇帝吃 后来因为年年进贡 沿路都知道有哈密瓜 那朝廷的大臣 后来又分散到全国的各地 那哈密瓜的名声 又传到了民间 所以从一个地方品牌 逐渐地成为了 一个全国性的品牌 再到后来很多地方 比如说吐鲁发安 甚至东皇 他们也产各种各样的甜瓜 也都叫哈密瓜 因为这个名称太有名了 这是其一 影响之二 也影响到了整个哈密的经济结构 老百姓一看 哈密瓜这么受欢迎 所以纷纷地来转产 而不生产其他粮食了 大量的老百姓也生产这种哈密瓜 哈密瓜的数量越来越多 思路的商人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把这个哈密瓜运到了中原地区 所以到晚清的时候 一般的老百姓也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种哈密瓜 哈密瓜还影响到了哈密人的风俗习惯 比如说在今天 当哈密瓜成熟的时候 满街都是卖哈密瓜的车子 由很多哈密的小伙子 甚至形成了一种猜瓜的这种民俗 所以哈密瓜是新疆农产品的代表 以往很多人认为 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 包括一项哈密 吐鲁藩 它可能只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通道 人走 茶酒粮 水过 地皮干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这些城市 他们也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 他们的这些产品 包括哈密瓜 就进一步地丰富了 丝绸之路的物流通道 与此同时 像哈密的一周渠 作为一个文化产品 进一步丰富了 丝绸之路文化的厚重度 而且进入到中原地区 影响到了中原文化 最终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 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一讲呢 我们将继续一路向西 走进葡萄圣地图鲁藩 所以请关注下集 《甜蜜火舟图鲁藩》 谢谢